我们上次说到 圆爱的老婆想在家里的那群丫鬟中 找一个人来代替女儿外珠 嫁给那个又穷又生了娜娜的金公子 谁知道圆爱一听就说 那怕不妥啊 我们的大女儿财貌相传 在当地远近闻名 家里这群丫鬟 谁可以假扮得到她呀 爱珠听说用丫鬟来代替她的嫁 本来很高兴的 听说话这么说 说她的财貌 说无人能代替 忽然想 无瑕的样子 还可以假装得来 扮起来 像个大家小姐 只不过说到财学 也只懂得几个字 想起那个又穷又生气的死鬼 娶了个这样的老婆 也被她赚倒了 难道 还怕她考文化试吗 方且那个看相佬 说无瑕是大富大贵相 如今 把她嫁给那个乞丫子 想起永无出色 富贵又从何而来呢 豈不是 先塞着那个看相佬把嘴 无瑕 无瑕 拿定主意 就对她老婆说了 谁知 原来我一听就说 好就是几好 只不过无瑕 是在外面买回来的 而且还有父母在 比不上自己家里的家生丫头 无瑕是怎么都不肯的 就算她肯 她父母知道了 必然 先去那边 读爆 那不是 或苦不成 反类犬 怎知 原来我老婆一听就说 你也不用说得这么死 不如先叫无瑕出来问 大不了 答应给她嫁妆 她也自然肯的 只要她父母 他们家里那么穷 答应给她好处 还担心他们不肯吗 我说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先叫无瑕出来 来问一下 看看如何 我终于立即把无瑕叫出来 原来老婆就说 无瑕 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的 你 不要不听我的 只要你肯听我的话 我自然不会难为你的 无瑕一听就说 夫人为什么这么说 无瑕既然被卖到夫人家 那就夫人家的人了 夫人要我生就生 要我死就死 除非无瑕做不到 这样也不敢答应 夫人 如果无瑕做得到的 谁又说不听夫人的说话的道理 无瑕老婆就说 无瑕老婆就说 但是如果对方说要娶的话 那就推不掉了 老婆 听说那个公子虽然病好了 但是身上伸了戒仓 你晓得 大小姐是最喜欢干净的 生粒水斗 都怕得要死 现在听说公子伸了成身垃垃 他怎么都不肯嫁 我就跟原外商量 赖又赖不脱 嫁大小姐又不肯 没办法 只好找一个人去代他嫁就是了 金公子那边 原来认不认得大小姐的 这样就好话为了 无瑕屋这帮丫头中 不是有对大脚 就有头黄发 哪个像大小姐呢 继罗 只得你 原来祖宗是祖官的 假扮起来 也可以蒙混过关 你如果肯了 我就把你当成女的看待 不知道你以下如何呢 无瑕一听就说 其他的好办 只不过 这个是小姐的婚姻 做老皮的 怎样代替 又怎样代得呢 原来老婆就说 这个是小姐 本人不愿意嫁给他 要你来代替的 又不是你抢了小姐的姻缘 何来不敢呢 想起来 你是不是见了金公子家里又窮 又成身辣丽 不想嫁给他呀 无瑕就说 夫人为什么这么说呀 公子家里虽然窮 但是怎么说 都是乡患人家 公子虽然全身辣丽 但是怎么说 都是两磅的公子呀 我这个做丫鬟的 能够嫁过这样的人 哪有说不愿意的道理呢 只不过 那些戒仓 或者会有好之日 读书人 如龙变化 或者真是有少一日 做了官 富贵起来 到时不要说我 抢了小姐的姻缘 使我无纳身之地 那就行了 外珠一听就说 你如果肯代我嫁过去 日后即使中了藏元 情愿 等你来做藏元夫人 即使 对方做了皇帝 也情愿 让你来做皇后娘娘 却不会反悔 只不过 丑话说在前面 我不怕说明了 如果你嫁过去 见到她的家 穷得凶 又含身吶吶的 到时不要反悔呀 如果 读书说是代替我嫁的 连累我 是不行的 母下就说 小姐你想多了 我刚才说过 要我死 我都情愿代死 难道 还嫌对方贫穷 和生戒仓吗 怎么说 都可过死吧 如海老婆就说 听你这么说 竟然真是个义皮呀 那我就将你当成女 定然 照着你的 只不过 还有件事 你即使肯了 不知你爹娘 又是怎么想的呢 母下就说 爹娘既然把我 卖到这里来 就是元外 和夫人的人 他们 怎样做得住呢 元外老婆就说 说话就不是这么说了 不是怕他们不肯 只是怕他们心里头不乐意 到那边 踢爆 那就麻烦了 母下就说 既然元外夫人不放心 那就叫人 把我爹娘叫来 让我跟他们说 让我跟他们说 就是了 元外老婆一听就说 说得有道理 说完 就叫人去 叫道传夫妇 叫道传夫妇来 道传夫妇来就问 不知元外夫人 叫我们夫妇前来 有何吩咐呢 元外就说 我的事 已经和你的女儿 说了 你去问 你们的女儿 就知道了 道传夫妇 果然来问 毛下 于是 毛下就将 金公子 贫穷 生戒仓 小姐不肯嫁给他 元外和夫人 要他来代嫁的事 一一说给父母听 道传一听就说 那不行 婚姻大事 名分所关 怎能代嫁呢 听说 那个金公子 一贫如婿 家里什么都没有 好在多得那个学官 收留在他那里 如果学官有朝一日 升任去其他地方 那公子就无家可归了 我又听说他 含身戒仓 都不知多臭 连头面 都没有一块胸鱼的地方 身上有恶臭难民 代嫁的话 怎么都不行 毛下的娘亲亦说 这个怎么都不行 毛下就说 爹爹娘亲 你们敢说就错了 霞儿竟然卖到这里来 我的身体 就是他们家的 他们要霞儿生 就生 要霞儿死 就得死 何况 他们要把霞儿 当成女儿 嫁出去 又怎样好意思 不听从 至于甘家虽然窮 但怎么说 都是个公子 那些辣子虽然恶臭 但是 华买 会有好之日 放着爹爹 正通外科 只要 要用心 医治 谁说不好的呢 不如如今做个好人 答应 答应他们 那就要看霞儿的命运 方才 我曾经说过 将来如果有好人 他不要说我 抢了小姐的好姻缘 才好 毛下的娘亲就说 你这么想 确实是对的 女儿既然愿意的话 那我们就再回复 圆外夫妇 将女儿所忧虑的那些说话 亦一一说明就是了 于是 道传夫妇就走出来 对林圆外夫妇说 圆外夫人的说话 小女儿不敢为傲 我夫妇 也没什么说话好说 即使死都不反悔就是了 只不过 我们女儿说 这个小姐已经成的婚姻 将来公子 如果有好人 小姐 她不要后悔 说我们女儿 佔了她的丈夫 搞到我们的女儿 不想不乐就行了 林圆外就说 我家大小姐 刚才已经说过了 即使金公子将来 中了状元 做了皇帝 亦情愿让你们的女儿 去做夫人 去做皇后 决无反悔地说 照你们现在 不要踢爆这件事 就行了 道传就说 这个自然的 就是这样 圆外一家都不知道 多高兴 留着道传夫妇吃了饭 才打发他们 林圆外 马上去回复 金学师 说如果将金公子 招聚上门 就不是那么方便 如果说到 嫁娶了 那就任凭 择日子 就是了 学师一听就说 有什么不方便 林圆外就说 陈家庸虽然不在 但是金公子 是个独子 豈有娶老婆 不在家拜祖宗 反而入罪到 人家的道理 子弟想着 端无入罪之理 何况 家里还有个小女儿 早晚出人不方便 反而 韩族那帮宅子 见到 小弟毛子 都在虎视眈眈 如果见到女婿聚入 肯定有很多闲话 因此 不能够从命 学师听他这么说 也不要再勉强他 园外走之后 学师再三想了想 去哪里赚钱 给金公子娶老婆 为什么呢 忽然想起 金燕甘上任的时候 曾经把他那家屋 点了给汪家 现在汪家 还欠他们几百两银 于是 就跟公子商量 叫他汪家 拿钱 汪家起先不肯给的 还说了很多笑话 后来听说 这个学师的主意 怕学师和当地官员要好 怕打官司 自己输 只好勉强拿出三百两银来 叫公子 写下字句 说以后 不来属屋 的 没办法 公子只好答应 拿回三百两银之后 公子 用五十两银 租了一家屋 又用了二三十两银来 一家屋 请听下回分解